先点关注不会迷路 大家好我是龙哥哥 猫和老鼠手游是还原经典动漫作品猫和老鼠 这是许多小伙伴们同年的经典回忆 在游戏中除了他们猫还出现了其他猫 玩家可以选择不同的猫来追击老鼠 老鼠阵营的玩家除了Jelly以外也有众多选择 但是大家印象最深的依然是Jelly和他们这一对欢喜冤家 在原著中他们追了那么多年 似乎依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结局 有多少人能明白其中暗藏的道理呢 虽然曾经网上有人传说 他母猫最终打死了Jelly鼠 但龙哥哥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结局可能是谣传并不靠谱 他母猫真想弄死Jelly鼠的话 早就有机会了 龙哥哥比较相信的是一种感人的结局 他母猫和Jelly鼠相伴到老 后来他母猫去世了 主人换了一只新猫 新猫一下子就抓住了Jelly鼠 Jelly鼠终于明白 他母猫追了自己一辈子 并不是抓不住自己 而是只有抓不住 才能和Jelly鼠一直相伴到老 我们从原著动画中许多场景 可以看出他母猫和Jelly鼠像是命运共同体 他母猫失恋时Jelly鼠也失恋了 一起遇见类似的欢喜 一起经历类似的悲伤 不管猫和老鼠经历多少个周年 喜欢这个作品的小伙伴们 可能也和龙哥哥一样 希望他母和Jelly这对欢喜愿家 能够追逐到老 能够相伴到老 这个游戏不会有结局 因为没有终点的追逐 才是最长远的相伴 虽然只是一种希望 上西瓜视频关注龙家猫咪 每天龙哥哥都会和大家分享 我有趣的养猫日常 记得点关注哦 每个人都有一个超神的梦想 点击关注哦